6月5日女神团体Dreamgirls三人为某知名手表站台代言 为配合夏季风三人军清凉打扮 竟盛修长媒腿 Dreamgirls人气不可抵挡 广告代言不断 不过人红是非多 近来三人某广告就被网友发现 抄袭日本团体引发争议 不过三人对此质疑却毫不在意 我们也是就是为了强商的一些要求 为了产品嘛 重要的是东西呈现出来好不好看 近日台湾知名杂志举办百大性感美女 台湾区票选活动 郭学夫一支票机榜首遥遥领先 问及心情郭学夫大表开心 就平常心都很开心啊 而且其实这一次的票选 它不是一个定 就是已经那个怎么讲 已经决定好的名次了 对那还有就是要配合其他的票选